今天是2013年4月14日 我是高文興 為明愛倫敦學院 英國華人職業全城市進行訪問 請問你叫甚麼名字 中文名是何歲堂 英文名呢 英文呢 如果照英國人這樣評語 是s u i t o n g 然後姓是h o 在哪裏出生 香港 你家裏有甚麼家庭成員 現在有太太 一個兒子 一個女兒 其實你在加入軍隊之前 從事甚麼職業 曾經做過文書工作 那你何時加入軍隊 1969年 你在哪裏加入軍隊 在香港 有甚麼原因令你選擇當兵 因為我做事的時候 有兩個人說他是水雷砲第二期 那時候我小時候已經聽聽他的歷史 心理我讀完中學出來之後 亦都有一些附近的街坊 即是大學少年紀 亦都入了軍部做事 當時亦都是 打算是 不是做政府部門 都是做基督部部門 都是做基督部部門 都是做多些事情 有機會 就剛剛有人 又想考 又同班的同學想考 於是就一起考 那就考了 那你最初加入是哪個部門 在哪裏軍隊 從新兵學兵訓練完後 就調去29Skobrine Wall of course of transport 即是我們俗稱的車隊 就在那裏學車 Basic driving完後 就調去莫多里兵防 我們叫A隊 亦都是29Skobrine 那其實一入門的時候 那個軍階是什麽的 我進去做學兵的時候 我們就叫Recruit 去到車隊的時候 我們就叫Driver 如果不同的部門 又有不同的名稱 那你在部隊的時候 主要的職責是什麽 當時去到 當然做司機 當然要做Familization 譬如車路線圖 譬如學過之後 遲了沒多久 所以當技術成熟了之後 就take了一個 叫Stopcar driver course 當然考了10個之後 就駕駛那些車 我們俗稱叫做掌官車 掌官車 譬如那些官階很高的那些 而這件事 我覺得對車隊的人影響很大 因為現在很多退休 或者在軍部出來的同事 有這個Qualification的人 香港政府的高官 甚至是名人 現在香港很多名人 都想請這幫人去幫服務他們 據我所知 現在最低限度有10多個同事 在香港政府做這些工作 你當時屬於車隊 是 你和其他部門之間的合作關係是什麽 當時當然是負責運輸的東西 有些載乘客 有時載貨 有時載貨 有時通常運輸都是做這兩件事多 那和其他部門之間的協調是怎麽樣的 當然是support和operation 這個大家互相合作 以及支持大家去做的事 譬如他們說我何時要車 他們早就告訴我們 我們便騙個時間表 騙人 騙車去做 那你記不記得 其實你入伍的第一天是怎樣的 我當然是誠黃誠孔 不知道想會發生什麽 又興奮 即是軍隊 連青人都聽到軍隊兩個字 都比較緊張些 興奮些刺激些 那你其實身邊入伍 有什麽訓練 很多的 我覺得他的訓練都很緊要 雖然說個個都覺得是體能上的訓練 其實不僅是體能訓練 亦都有其他學術性的東西 譬如英文 地圖 急救 即是不講軍事訓練 這些都不是軍事訓練 我覺得都是很有用的 那還會不會 因為你的工作需要車隊 有其他特別的訓練 有的 譬如我們所謂的joint exercise 當時是被模擬打仗的演習 諸如此類 我們不只負責support 去運輸那件事 有時甚至乎是 直接是參加成為戰鬥分子 那可否形容一下 當時那種特別訓練是怎麽樣的 基本上 我們通常這些演習 最少都是五天或者是一個禮拜 有些長一些一個月 有些三個月 不僅是在本港會進行 本港當然是離島 有些比較偏僻的地方 有時甚至乎離開香港 出外地做的 和其他部門 甚至乎我們所謂 infantry的部隊 就是打者部隊一起做的 你記得當時軍隊的制服是怎麽樣的 我的制服當然是smart 當然是聰明 那你工作的時候 需要不需要配戴一些特別的裝備 或者是武器 如果是平時normal duty 在香港是不需要槍械的 除非特別些 有時去到邊界 才有可能會帶 或者我們出外 譬如有個和平部隊 那時是塞浦斯 那時都要帶 那想了解一下你軍部工作的情況 工作時間是怎樣的 不同的部門 就是不同的工作時間 雖然很多時都是 好像平時上班 日常那樣 但有時都會輪夜間 即是晚上要做事 有些部隊 可能回二十四小時 就放二十四小時 即是各個部門是不同的 那你自己的部門呢 當時的車隊 通常都是開工 車人上班 中途工作 車人下班 有時有些假期要開工 我們叫做special duties 或者晚上要開工 尤其是我剛才說的 那些staff car driver 掌官車 他們那些應酬多一些 比較多一些 晚上去車多一些 那在飲食方面 是否有個特別的食堂 你們會每一天都去那裡用餐 如果Base在那裡上班 那些冰房多數一定有食堂 那方便我們不用出去吃 那些食堂也都有 如果視乎是哪個冰房 那些冰房是軍部的人做的 有些是派判出來給民人做的 那我們都有選擇權利 我們可以去軍部的冰房吃肉 或者去民人的冰房 那些天天吃的 有什麽不同的 沒有的 轉口味 那我想了解一下軍營裏面 那個個人的衛生情況是怎麽樣的 這個當然不需要說 一定是家裡的 它不僅僅要求我們的軍人 甚至乎民人去做事 都要跟上這樣的stand up 標準去做 那如果在 有沒有特別的娛樂呢 在軍營裏面 譬如有些公園 或者有些看電視 看歌 有的 通常 搞不搞的部門 都自己會搞一下 那些 你剛才所說的那些 那些所謂結婚也好 未結婚那些 即是有個時間 安排去娛樂一下 尤其是未結婚那些 更加多這些情況 例如有些什麽娛樂 譬如Disco Light 或者有時搞一些Movie Light 諸如此類 那如果當它進入了 即是升了一個階級之後 我們有些叫做Corpel Mask 即是一畫兩畫那些 升了沙子以上的那些 Sight Mask 升了官的那些Oxamask 那些不同的Mask 定期都有不同的功能 搞出來給大家去參與 參加 那其實棺營裏面 即大廈裏面 有沒有什麽特別的設施 是給軍人的 你這方面是說工作 還是 兩樣都是 兩樣都是 或者體能上有特別的設施 是給 軍營一定有 Gemnasium 除了處的那些東西 健身室一定有 或者有些球場 被人去做Keep Fit 除了處的一定有 那你說其他福祉 其實通常我覺得 和普通社區的設備 沒什麽分別 一樣是這麽方便 一樣是這麽好 那你記不記得當時的 那個薪金是多少 那視乎你在哪個部門 和你的技能去到哪裏 或者是你的階級去到哪裏 初期我們進去做的時候 當然比外面的人低很多 因為 就算政府基督部門 他們是人工差不多高一點 但他們有權新宿舍 我們住的那些 我們是沒有宿舍住的地方的 那到後期 中期一點點之後 就比較好一點 可以追到一下 那你和你的同事 通常會出糧之後 你怎麽樣去花費你的薪金 通常當然是給家人洗的 就是一家大小的樣子 那你從軍的時期 香港有沒有發生一些特別大的事件 又或者是一些難忘的事件 你是當時記得很清楚的 那些最清楚的 就是當時越南難民潮 第一批來的那班人 船載三千多人 當時我在車隊運輸部隊 那時我已經是做教車師傅教車的 即是有階級的人 當時就要全香港九龍新界 所有車可以走的都要去接他們 我們去接之前 又吩咐得很清楚 不准講西貢那個字 因為為什麼呢 越南首富的時候是西貢 但香港的地方是西貢 我們一講西貢 就怕那幫人 那幫男人就怕 是否送回西貢 就說明送去哪裏 最難忘的那件事 除了這樣做之外 其次就是 要是 我剛才所說 所有車都要出動 包括有車可以走的 即是在做還未做得好的 他們認為可以出街 就要出街 但出街那些車 就不給普通司機車 就給我們那班教車那班人駕駛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那班人覺得 他們的技術上 或者經驗上 沒有我們那麼好 我們可以adjust到那些東西 所謂出街的走的 當然不會走跪的車 或者壞的車 譬如沒有了一塊鏡 或者水箱 會水滾 我們一邊加水 那些情況 我們做得到的 當然這輛車有什麼不妥 我們已經知道 知道了 我們做好這些事情去做 其實都不是太多這樣的車 除了你剛才提到 越南難民這件事 還有沒有其他的 或者未必你親身經歷 或者你聽你的同僚講過 一些大的事件 戰爭 據我所知 我們都沒有參與過 就是在我們HKMS這裡 不論實際大義大戰 之外出的那些 那你在復業的時候 有沒有受過傷 演習的時候試過 受過什麼傷 直腳 受傷 就是膝蓋撞到屈了 就扎了都剩下過月了 那你受傷的時候 就在回家那裏 當時演習還未遠 還在BASE 上 當然是我們叫LIGHT DUTY 即是不可以再做 較重的工作 比較輕鬆一點的事情 那你在軍隊的生涯 有沒有一些很難忘的經驗 最難忘當然是第一次升級 不用說了 第二次難忘就是調部門 第一次調部門 我只是說我是車隊 因為我在1977年 參加過高級士官進修班 成績挺好的 雖然不是考第一次 但是得到一個教官的賞識 於是在1977年 我就調了回去DEPO training company 負責教操的事情 負責教操 是的 譬如新兵 士官深造班 包括其他有的課程 要開一些 我們都要盡量去教 不僅僅是教兵的 譬如有外來的人 他們要求 譬如有些CAS 民安隊 他們要粗的教官 我們可以外者出來搞 或者其他政府部門 譬如把牆 需要學把牆的技術 我們也要去搞 幫忙搞 那你有沒有因為公事 其實要去其他國家 其他地方 大多數公事出去 剛才講演習 其次就是Courses Courses 有些訓練課程 香港可能是沒有的 要去哪些地方才有的 我去得最多 就去英國 英國Courses 你剛才提到商識 你退任的時候 那個官階 在哪裏 我離開軍隊的時候 就叫做 Wallens Officer CAS 你從軍那麼久 有沒有試過 什麼事受罰 很輕微的那些 就有 給老闆警告 譬如做錯事 當然那時候 是比較初期當兵的時候 比較年輕 沒有那麼懂事的時候 但是會不會受罰 要你跑 諸如此類 身兵的時候最多 這些事情 身兵的時候 他說所謂是罰 其實不是罰 我覺得是訓練的一部份 那你當兵那麼久 你其實覺得 是受過歧視 又或者你聽聞 那些人受過歧視 我自己本身 就想不到這件事 因為軍隊是紀律嚴明的 階級很清晰的 就算我們不同國籍 不同部門都好 階級高一級就是高一級 做一樣就是做一樣的 那你怎麼看這個 駐港的英兵 其實跟香港警察 其實它的分別是什麼 或者他們的關係是怎樣 這件事 就是相當大的分別 因為我們employ 就是英國employ我們 比三年來的 但是警察 就是香港政府 其中一個紀律部門 因為香港政府那時候 是有七個紀律部門 警察其中一個紀律部門 那他們的薪金 是香港政府給的 那我們的薪金 理論上就是英國那邊給過來的 那當兵的時期 有沒有認識到很好的朋友 當然有 如果不是維持不到現在 如果你有上過Facebook 你就看到了 你當時的上司 其實是華人還是西人 我們外國的上司 通常會兩年 會試三年換一個 那時候的例子多 我亦都有中國人的上司 亦都試過有外國人的上司 他們對於下屬的態度 和對待是否有不同 通常都沒有分別 因為我們同一個訓練機構出來 所學的東西都是一樣 大家基本上都是這樣 當然personality 雖然有些是不同的 但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分別不大 你有沒有一些座右銘 或者一些隔離 沒有的 我經常覺得隨遇如安 你重溫那麼久 有沒有一些很特別的人 其實對於你有很重大的影響 就是說在軍隊裏面 我不能回答我 那你有沒有加入過一些什麼 組織 軍人聯合會 組織 俱樂部 之類的 當時我在軍隊做的時候 我們當時有一個 叫做軍人協會 我是成員來的 也同一時間 在1988年 我們就搞了 每一年都有這個功能 就是在1988年 我就負責搞這個 三個會合併的annual dinner 就是一個軍人協會 一個退伍軍人協會 一個世界第二次大戰軍人會 三個會 那時候每一年都有一次功能 1988年那一次就是我負責搞的 當時在香港差不多最大的酒樓 就是尖沙咀海洋王宮搞的 有些相片 剛才Ricky拍了關於那裡 那時候記不記得有多少的 三個會合併 我記得都四十幾五十位走 當然有很多想來都來不了 因為我們那些負責的問題 有些人三個 有些人當夜間 如果來一切 我相信不止這樣 就是不用做事 不用上班 不止這樣就為數 那其實你從軍這段時間那麼久 你當時和家人的關係是怎樣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太太她認識我的時候 知道我是做這份工作的 如果我要晚上開工 她都會知道是真的要做的 那你沒有做軍人之後 退役之後 你是從事什麼工作 那我很幸運 一出來 即一進了香港科技大學做 首先進去做 就進了去保安部 做了一年多之後 我發現這不是我想找的東西 我轉了一個新的career 就利用我在軍部 所學會的技能 就是很多安全方面的東西 包括我是Range Safety Officer 即是擺場的安全主任 安全官 我亦都有一個qualification 就是Roll Safety Officer 即是行駛車輛在馬路的安全 亦都是Fire Officer 即屬於外面的消防安全的東西 就是利用在軍隊學識這幾樣東西之後 就是利用在外面的社會科技大學的時候 就參加那個課程 就在理工大學開夜校進修班 就可以令到我成為一個註冊 安全指引 就在勞工處註冊 如果不讀那個夜校就不行 因為那個academic background 他一定要有這個相關的 他和工處註冊會批給我們 那其實你記不記得 當年你退五過一天的情況是怎樣的 當然是有些失落 有些少許成黃成孔 找新工 諸如此類 其實都 現在回想起來 都很感謝軍隊這二十多年的訓練 好像我剛才說的 在裏面學到很多東西 在今時今日的世界是用得出來的 其實你退五之後 你轉一頭新工 當時的僱主 會不會對於你從軍這個經驗 有些甚麼的看法 他們很接受我這些人 為什麼 第一 我們不需要吩咐 因為我們做這樣的階級的人 就是management的事情 基本上有這樣的常識 第二 就是所有軍人出來 那個soul discipline很好 大多數都是這樣言語 所以他們都很欣賞我們這樣的事情 那退五之後 譬如你家人和朋友 那對你有甚麼看法 我不知道 因為通常我們玩 都是喝 吃 諸如此類 或者是資深一點的事情 都是跟普通朋友說 或者這個朋友 我們這班人都接觸得最多 這班同事接觸得最多 大家都是說 圍內的事情 比外面人看的就比較少 那其實作為一個華人 那為英國軍隊服務 會不會人家覺得 不太好 有些非裔 我就不知人家怎麼看 我覺得都是 如果當時打工來講 我算得說這份工都算不錯 第一 它做實際的提示 其他工資商社會都不知道 那中國有句老話 就說好難不當兵 你怎麼看 其實我們年代的男人 說打仗就很興奮 說兵就很興奮 這些根本就是 我覺得不存在這句話的用意 其實你去之後 你需不需要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態 或者適應一些 去之後那些的心態 或者一些新工作 這件事我就很幸運 為什麼呢 最後在軍隊服務幾年 工作局工作環境 很多是文人來的 不是兵來的 我也是帶著他們去做事 所謂的上司 看著他們做事 負責編採 喜歡做這些事 我跟他們接觸得多了 在那裏我也學了很多 管民人 或者管理人的經驗 所以我出來 留下軍隊之後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因素 是令到我有困難的 工作上有困難的事情 最後其實 如果要你總結一下 你這麼多年 從軍的經驗或者生涯 你會怎樣總結 我很多謝他們 給我一點訓練 而且給了生活費 我這麼多年 養了我這麼多年 我覺得如果再來 如果有香港兵 都存在著 我覺得 我也希望香港年青人 可以參與 最低限度做十年八年 不僅僅在體能方面 對那些人預知訓練 其他personality 喜歡取這些事情 例如做事方面 應該都很有幫助 其實你覺得 例如李松軍 對於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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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得著是甚麼 最大的得著就是 訓練到我出來 可以在社會立足 其實都很正面 應該是 我覺得是 應該是 那其實我們訪問都差不多 你有沒有一些問題 我留了問 或者你想再補充一下 我相信 沒有甚麼 那多謝你 多謝兩位 我相信 你不是